文佛音 见佛法 感谢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 《上海经》成熟于战国时期至汉代初期 《语义经 皇帝内经》并称为《上古三大奇书》 它是一部古老的直怪古籍 因为其记载的都是神话传说 异兽 所以一直不被当作正式看待 可就不久前 这些记载在《上海经》中的异兽 突然被爆出 出现在了现实社会中 今天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出生于湖南省长得市 深闷县湖平山的林祖略 是当地的农河站站长 常年奔波于田间地头的它 在一次挖红薯时 见到了一只奇怪的鸟 这只鸟全身吃红 有家里养的鸭子那般大小 如果说全是红色 其实也没什么 可在它仔细观察后发现 这只鸟好像有很多的头 除了中间那个最大外 两名好像也有不少头 这是一个念头出现在了它脑海里 难不成这是传说中的九头鸟 想到这里 它的双腿不由地发抖 眼看着那只鸟紧盯着自己看 就在它即将崩溃的边缘 一声特别凄惨的叫声 突然从九头鸟嘴里发出 林祖略彻底探索在低头 而那只鸟也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书林里 回到家里的林祖略 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那只鸟真的是九头鸟的话 那它的灾祸可就要来了 九头鸟可是神话传说中的怪鸟 又叫九凤 关于九头鸟最早的记载建于山海经 书中说道 我荒之中有身九瘦 远面九身 名为九凤 这有着九首九身 并且上面的鸟就是九头鸟最早的原型 而关于九头鸟 真正的记载是出现在太平预览中的三国典略 其后缘见九头鸟 色翅 看着像鸭子 而且九个头都命叫 这个记载中的样子 与林祖略在地头上看到的差不多 而且这样说来 九头鸟并非空虚来风 它是一种确实存在的生物 而且在记载中 说九头鸟原本是有十个脑袋的 那么后来是怎么变成九个脑袋的呢 原来是周公弹在一次行军途中看到这只怪鸟 觉得很不吉利 所以宁愿将其射下来 但这个鸟特别的狡猾 在被射掉一个头后 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从此变成了九头鸟 而在唐朝流行 林表路易中 也有九头鸟的将冠记载 鬼车或云九兽 曾为犬孽其一 长滴血 这里的鬼车 其实指的就是九头鸟 那为什么叫鬼车呢 因为在古代汉语当中 九根鬼读音相似 所以就被人称之为鬼鸟 这有九个脑袋的怪鸟 原来有十个脑袋 后来被狗咬掉了一个 因为伤口一直没有好利索 所以常年在脖子附近 流血不止 虽然这少一个脑袋的说法不一 但古人为什么 非要让他少一个头呢 其实这和我们古人的信仰有关 古人认为 九已经是级数了 这也是为什么 皇宫台阶都是九的背数的原因 如果有九头鸟从家里飞过 这时家里一定要熄灭灯 然后把狗放出来 不然的话 九头鸟就会吸走小孩的魂器 就这样民间就把九头鸟当成了一种魂吸入魂器的妖鸟 也成了中华文化中的一种不祥之鸟 那么林祖略看到的究竟是不是九头鸟 九头鸟是真实存在的生物吗 其实早在1994年的5月 江城晚报就曾有过这样一个报道 说是在湖南省常德市 赤门县湖平山附近有九头鸟出现 张成云就是目击者之一 他说有一天在后山砍柴时 突然看到一棵葱树上有一只奇怪的鸟 他耐不住好奇心 就朝着鸟的方向扔了一块小石头 想打下来看个究竟 结果鸟没打住 却惹得怪鸟受惊而飞 看到飞上天空的鸟 张成云当时就吓得不轻 这哪是什么鸟啊 中间一个大脑袋 两旁八个小脑袋 当时也顾不了许多 回家就问自己的长辈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老一辈的爷爷听了也很吃惊 他的口气告诉他 这就是传说中的九头鸟 是不祥之鸟 你这怕是要有灾祸临头了 如果想化解这件事 就只能当没见过这只鸟 见谁都不能说 或许能化解的过去 爷爷让张成云保持沉默 不往外说 其实村里很多人都见过 但怕灾难找上门来 都选择了沉默 张成云当时 浮信这些神呼气神的传说 在家里吻了吻心神后 就把这事儿抛到了脑后 可没过多少天 他刚路过村小学时 一声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他心里顿声咯噔了一下 不好 难不成九头鸟又找上门了 为了确定自己心里的想法 他顺利声音 缓缓走了过去 还真是那只鸟 这次他倒是看了个真切 细细长长的双腿 有些偏红的羽毛 除了中间那个大头外 翅膀的两边 还真有四个小头 如果排除那看起来 有点害人的九头 其实这只鸟还是挺好看的 就在张成云心里 瞎琢磨的时候 突然九头鸟朝他 摄去一道胸光 把张成云看得心里毛毛的 也就是这时 九头鸟一个扑腾 消失在了他的视野里 可事情也没有到此结束 张成云看到九头鸟没几天 村里就接连出现了 三起莫名其妙的死亡事件 每个人走的都很突然 完全没有任何的预兆 这让这个原本宁静的小村庄 瞬间炸了锅 关于九头鸟吸魂的留言 不禁而奏 人们开始恐慌起来 担心自己就是下一个被吸魂的人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村民们的担心是真的吗 难道这鸟真的有那么恐怖 九头鸟的频繁出现 也引起了自然保护区的一个人的注意 他就是管理员廖庆毅 他来到村子进行走访 询问村民一些关于九头鸟的特征 最终他总结出 九头鸟确实有九个脑袋 羽毛有说是红色 也有说是马黑色的 关于体型 村民们的描述也不一致 有人说体型很大 有家鹅那么大 也有说就是普通鸟那么大 这就让廖庆毅有些大闷了 同样一只鸟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颜色还说得过去 毕竟有的鸟在不同时期 会表现出不同的颜色 可这体型的差距确实有点太大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奇怪的鸟不止易重 他想来想去 想到一个比较简便的法子 让村民们画给他看 但村民们能画出个什么来 想出来的鸟根本无法比较 但要轻易左想右想 难不成还是自己刚开始想的 这种鸟在不同时期 有不同的形态 幼鸟和成年鸟是不一样的 他觉得可能有人看到的是幼鸟 有人看到的是成年了的鸟 这是目前唯一能解释得通的想法 如果想要知道最准确的答案 只有亲眼看到 或者最好能抓到一只 就好办了 而这一天也很快就来了 就在廖青翼准备回去的时候 张成云突然上棋不接下棋地跑过来 原来他又看到了酒头鸟 这次他不敢耽搁 一路小跑就把廖青翼拉了过去 不过很可惜 等他们二人到了地方 哪还有什么酒头鸟的踪迹 不过廖青翼这次也没白泡一趟 他在地上发现了一根马黑色羽毛 回去之后 他就对这根羽毛展开了仔细的研究 可翻面资料也没有找到一种药 能和这个羽毛配上套 难不成这是一种还未发现的新品种 而且他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 关于酒头鸟的出现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目击者几乎都来自湖平山 别的地方很少有类似的传言 难道说湖平山这个地方 有什么特别之处 湖平山被人们称之为自然迷宫 是湖南的屋脊 这里四周都是高山树林 而且满山都是野花 风景十分的优美 有人称这里为内藏万金的绿色宝库 看来左头鸟的出现 确实和这里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湖平山地处偏僻 是很多野生动物的家园 这里有很多珍惜的野生动植物 比如这里生活着云豹 金钱豹 黑鹿与金猫 甚至还出现过华南湖 所以这里也成为了国家及自然保护区 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如果在这峡谷群 湖平山上见到过酒头鸟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 既然有古籍作证 还有那么多的目击者见证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终将有机会 一睹它的真面目 不过看到这里 有许多朋友就在猜想 酒头鸟的出现 是否预示着某种征兆呢 比如温川大地震 在发生之前 就曾出现了一些 不同寻常的征兆 一 地震前半个小时 天空忽然发出红色的亮光 如同晚霞一样 又如同佛光普照 二 地震前的当天 天气异常炎热 虽然才是五月初 但是那天热得已经超出寻常 很多人汗流浃背 三 地震的当天 街头忽然出现了成群结队的蝉处 疯狂的逃窜 完全不害怕人类 以上逐种因素 预示着地震的发生 而这次九头鸟的出现 会不会也是呢 纵观如今世界局势 其实并不太平 不仅瘟疫肃虐 而且还战争频发 到处都不太平 所以很多人认为 九头鸟的出现 或许就是在提醒人类 应当多行善积德 认真修行佛法 善待动物 只有这样才能防止 更大的灾难到来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